我有一篇中文气我不可以接受 我是觉得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做主 我本身比较保守 所以我有一篇中文气我不可以接受 我宁愿做一些比较震荡 我觉得比较震荡的事业 赚更多钱 不太认同 我会觉得 它是一个很容易被取代的行业 你会慢慢的老去 但是你永远会有人18岁 所以比较赚钱的方式 应该是用头脑吧 他们最赚钱的只是top few percent 所以大部分人只是在赚小钱而已 我觉得要有设立一些bondaries 就是要尊敬自己 只要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就要为自己负责 可是我比较担心的就是 因为它毕竟是网上的东西 就可能小孩子 遇见很多十二十三岁 就已经自己有可能instagram的账户 他们就可能就是觉得 这也是个安全的网站吧 他们就可能会点进去 然后就从中 我是比较担心安全的问题啦 可是如果你是说 它自己是内容创作者的话 我是觉得你自己的身体 你自己做主啦 我是觉得没有太大的意见 我今天看见你 你一定会不及时 你不及时 けど过来 我今天看见你 我今天看见你 是只能不能自己 我跟你说 你这么多美